考试院长关中在今天出新书 书名叫做《中国命运关键十年》 是要重现国共内战的历史 那么今天新书发表会 不少国民党大佬 包括了连战前妇等人都来捧场 不过因为致辞的贵宾实在是太多了 时间上很难抓得准 前考试院长邱创焕 居然还因为说太久了 被台下举牌提醒 考试院长关中 以自己四十年前 留学美国的博士论文为基础 写成中国命运关键十年的新书 还原1937年到1947年的国共内战真相 有的人在改造这个历史 编造这个历史 有的人美国在忽略这个历史 美国人现在写中国历史 这段他不大提 我是认为美国人心虚 因为他不敢面对这段历史 这场新书发表会 有老婆姓吻还有老一辈的政坛 要脚捧场 像是前考试院长邱创焕 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邱敬毅 前新闻局长邵玉民 其日政坛四公子的连战 陈旅安 前妇等三人 更是难得起居一堂 给出观众面子 写了四十年 我好像自己回忆一下也有一点点责任 他本来应该好好地在学校教书 我不能是在政大 我请他也到台大来教书 那好好地教书这本书 恐怕三十年前就完成了 公理公道是换得回来的 你看这本书就知道 一中兄他用他的真心 他让我们感觉到感动 那个时候 官夫人打烂了两架英文打字机 太多人要讲话 时间难免拖延 高龄八十五岁的邱创焕 就因为讲到欲罢不能 被工作人员举牌提醒 客人爱讲话 主人也不好意思阻挡 新书发表会做得满满满 观众的政治影响力可见一斑 民視新闻 叶启成 中人民陈玉斌 台北报道